大家好,在这个视频,我们将会学习如何帮长发的小女孩记上芭蕾法剂 首先,头发必须是湿的 在这个情况下,她刚洗完澡,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 现在你应该开始梳头发 我们使用一个梳子,确定头发完全没有打结 我们才能顺利地继续进行下一个步骤 再继续梳理,直到头发已经准备旧续 现在我们要使用一个发圈 橡皮筋 小黑夹 或任何发夹 要使用多少胶子,完全随意 现在我们再梳理一下头发 下一步,我们要做的是把头发抓起来 慢慢地,不需要着急 直到头发都收起来 这步骤需要根据女孩的发量,可能需要几分钟 当头发都在顶部的部分时 那就是头顶的中心点 你的另外一只手需要一个发圈 或橡皮筋 牢牢牢牢抓住 如果头发有任何不顺 你可以使用梳子继续整理 牢牢抓住 然后现在使用一个发圈 现在我们需要放上橡皮筋 然后均匀地散播头发 现在我们需要另一个发圈来更好的固定马尾 利用它来当一个毛 然后每次都抓起一点的发束 卷起来 并在发圈周围绕一圈 周围散落的头发也使用同样的操作 只是需要一直绕起来 直到没有散落的头发 需要分次操作才能完成 把它塞起来才能固定 现在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发家或小黑家 任何你想使用来固定的工具 把它们固定住 确保不要戳到头皮 温柔但紧紧地插入发家 在另外一边 头顶也是一样的动作 我们需要更多的发家来固定住 现在用发家固定住 现在用发家固定住散落的头发 在另外一侧也是 这边再使用多一只 这边再使用多一只 好的 大功告成了 空间 一个 同样的 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